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福皇后看见董贵人被杀以后 心里立刻就开始害怕了 她知道,自己被废或是被杀的可能性 已经空前提高了 或许有朋友在想 哎呀,福皇后能嫁给皇帝 那绝对是样貌身材顶瓜瓜 实属后宫一枝花呀 这种女人出了宫以后 另嫁一个老公,难吗? 嘿,不会吧 皇帝女儿都不筹价了 皇帝的老婆还筹价吗? 哎,这种想法就偏咯 那可是在封建社会 不是在近代这么开明的社会 即便留邪现在是个全权皇帝 把老婆给废掉以后 这个废皇后下场也是会很悲惨的 况且,这一次根本就不是留邪的事 而是曹操越拳把她给废掉了 如果按照皇帝留邪那个性格 哎呀,废了也就废了 了不起嘛 在冷宫里当个寂寞姐 等待自然死亡嘛 可曹操能让你这样吗? 哼哼,把你废掉以后 你人还没走到冷宫呢 大刀骗子已经把你脑袋给砍咯 这个福皇后 比她的皇帝老公有魄力多了 想到自己可怕的未来 她立刻开始警觉了 努力地在床上滚了好几个晚上 苦思冥想了好几个通宵 明白了 现在如果满怀恐惧地坐着等 等来的不是未来 而是死亡 与其如此 不如拼了 对于福皇后的立场来说 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 再正确的想法 也得有执行力呀 你没有实施的能力 所有的理想 就只能是空想 福皇后是没有这个力量的 但是 她觉得 自己的老爸 可能会有 于是 她就给自己老爸福丸 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说 老爸呀 俺在后宫收购了 再这么下去 咱们全家都得给曹老贼弄死 老爸你赶紧想个办法 搞定这个曹贼呀 只可惜 他的老爸福丸 胆子小得很啊 一看这封信 就知道 女儿太傻太天真了 现在这个世上 只有曹操能搞定别人 谁能搞定曹操啊 当然 如果你是胆小的 怕是的 看完这封信 直接烧了 这事呢 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果也不会十分严重的 毕竟 妇女之间的私房话 也不会传到外界去嘛 可问题是 这个老头子 不比他女儿聪明多少 既不敢有什么动作 也没做好保密工作 哼 居然把这一件 本来只有妇女俩 才知道的事情 泄露出去了 之前讲寻遇之死的时候 说过了 福丸看完这封信以后 首先透露的对象 就是寻遇 寻遇当时看了 很反感 觉得这种搞事情的心态 实在要不得 不过 他也没向曹操举报 而这个福丸呢 还不知道死 又把这封信 给了自己七弟凡普看 想不到 这凡普是个白眼狼 管你亲戚不亲戚的 我总之能够自保 能够邀功就行了 于是 他居然跑到曹操那举报了 曹操一听 心里就发毛了 于是 因为之辈 就是 暗地里开始防备了 本来这件事吧 应该服完 负全责的 可是 这家伙呢 运气又贼好 没过多久 就病逝了 直到病逝前的一刻 他都没采取什么 实际的行动 但是 消息泄露了 给曹操知道了 这事就没完 你服完死了是吧 行 那我就顺着你这根 查下去 看看到底有谁 牵涉在其中的 哎 所谓的查 也只是一种表面的说法 查什么查呀 这封信 不就是福皇后写的吗 直接把这女人 从后宫揪出来 不就行了 还查什么查呀 哎 这么想呢 就说明 我们的水平 还是一般人 曹操是什么人 人家是政治家呀 哎 福皇后 还挂着皇后的帽子呢 随随便便去抓人 不给天下人笑话吗 于是 就在这一年 公元214年11月 曹操命令手下的御史大夫 西律 全权处理这件事情 还记得这个西律吗 这个西律 就是之前 弄死孔荣的那一位了 当初曹操力排众议 把西律提升上来 目的就一个 借他的手 办了孔荣 等这事处理完了 曹操发现 派西律处理这一类事情 嗯 很好用 效果很明显 从那以后 曹操心里就有一杆秤了 那些拿不上台面的 说不出口的事 让西律去办 就对了 哎 在现在 很多影视剧当中说的 专门找了一些人 来处理一些 dirty work 办好了 老板很高兴 办砸了 老板两手一摊 哎 这个人不是我的人 或者说 这个人办这事 我不知道啊 那 西律呢 就是这种人 这种角色了 曹操把西律找来 说 皇后应该 皇后应该辅佐皇帝 作为她治国的贤内助 牧医天下 嗯 而我曹某人 乃国之栋梁 与我作对 就是与皇帝作对 与天下作对 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做皇后 她怎么配啊 哎 老板一说话 属下立刻门清了 西律也没二话 带上她的副手 上书令 画心 点上兵马 就开进许都皇宫了 曹操这些年 忍着福美女 已经忍了很久了 早就想干掉她了 干掉她 自己的女儿 才有机会当皇后嘛 哎 现在倒好了 你到主动上门 密谋搞定我 哼 搞定我曹梦德 是什么罪 我告诉你听啊 密谋推翻曹操 就等于密谋 推翻国家政权 这个罪 比造皇帝的反还要重 现在 造汉朝反的人 人数多的 数到死都数不过来啊 你没见有几个人 被砍了脑袋 倒是在曹操手底下 几个忠于汉朝的哥们 被干脆利落地做掉了 现在 曹操要求汉县帝留邪 废掉父皇后 而且早已写好了文件了 是这么写的 皇后受 得由卑贱 登险遵纪 自处交房 二级余资 既无人似灰阴之美 又法谨身扬己之福 而因怀度害 包藏祸心 福可以称天命 奉祖宗 今使御使大夫西律 持节策招 其上皇后西寿 退避中宫 迁于他馆 无虎 伤哉 自受取之 畏之于礼 唯姓多焉 这番话 说起来 让人脊梁股发冷啊 啥意思呢 他是说 福皇后 本来就是老百姓出身 现在当了国母 天天在后宫 腐败生活 哎 长得又不漂亮 不讲啥礼节 这也就算了 居然现在还玩起了阴谋诡计 这种人 能让他母仪天下吗 现在 我命令 西律过去 收缴他的公章和大印 把他从中宫 扫地出门 这是他自作自受 啊 要怪就怪他自己了 乌乎 爱哉 做这样的事情 我曹梦德 真是很伤心啊 这样的一封信 居然是陈子写给皇帝的 居然是用来抓捕皇帝的老婆的 看着这封信 看着西律这一群不速之客 汉县帝 背后一阵阵的寒意呀 也许有朋友问了 皇帝怕啥呀 他不是有羽林军吗 虎奔营卫是又在哪里 吼一声 这帮人一出来 直接把西律和化新赶走不就完了吗 唉 好日子没那么容易过的 早些年前 曹操就已经把这帮人 通通换成是自己人了 汉县帝这个皇帝 已经被彻底架空了 他能使唤的人 估计也就是身边几个丫头了 面对意外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无奈呀 汉县帝只能在外殿 愣愣地坐着 西律这个时候呢 还是蛮客气的 陪在一边亲切地和皇帝拉家长 因为他和化新进来是有分工的 西律主要负责陪皇帝 和收缴扶皇后的应售 而化新呢 负责的是具体的抓捕工作 一旦补货了 在皇帝面前 做好了交接手续以后 立刻押回到曹操那儿 前殿在嘻嘻嚷嚷地吵闹着 这后宫不知道是很难的 早有人屁丢屁丢的 跑到后宫去 皇后 皇后 了不得了 曹丞相派人来抓你了 伏皇后当然也不是傻的 也不会心甘情愿 坐在那儿被人抓的 知道事情泄露了 立刻想着要逃 可是逃到哪儿去呢 皇宫虽大 可到处都是曹操的人呢 这些人就像铜墙铁壁 比皇宫的墙还要厚实啊 你怎么逃啊 看着后宫的墙 父皇后悲痛欲绝啊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我一个弱女子的立锥之地啊 忽然 父皇后灵光一闪 嗯 我逃不了 我可以躲呀 好了 那边想 话心带着人 拼领旁朗地冲进来的时候 发现 福皇后寝宫的门关着 撞开一看 哎 半个人影都不见呢 哎 这福皇后难道会飞 啊 皇宫里都是自己人 怎么可能让这个大活人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呢 话心四处一看 很快明白了 哼哼哼哼 你弱女子还能想出什么主意啊 门是反锁着的 这就说明你人还在寝宫里 来呀 左右 把四面的夹墙给我砸了 我倒是想看看 这区区的夹墙 是不是真能藏得下一个大活人 哎 这一下 福皇后只能自认倒霉了 她确确实实是躲到夹墙里去了 可是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就这么大一个寝宫 话心要是抓不住你 回去也是给曹操杀头的罪 她不把你挖出来 她会走吗 别说你是躲到墙里了 就是埋在地底下 她也绝地三尺 给你刨出来 好了 福皇后就这么被抓住了 既然是在夹墙里 给人拖出来的 那仪容仪表 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了 劈头散发 衣衫破烂 那是必须的了 这个时候 坐在外殿的流鞋 眼皮跳得很厉害 她知道 今天要出事 要出大事 但是人都被西律看死了 出什么大事 也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 于是一阵熙熙攘攘喧闹过后 福皇后被压着 经过了皇帝的身边 皇帝还得挤出笑容 很礼貌地打招呼说 哎呀 诸位辛苦了 来来来 坐一坐 喝杯水再走吧 可是西律和华欣 啥话都不说 外殿之上 只有福皇后凄惨的哭声 久久营绕 史料记载 后背发 凸显 行气 就是说 福皇后被压着走的时候 是光着脚 劈头散发 一边走 一边凄惨地哭着 这个女人 是自己的妻子 帝国的皇后 而汉县帝留邪 此时此刻 却无能为力 福皇后 来到自己老公面前的时候 对她说 不能复香活爷 这话的意思是说 难道 真的不能活命了吗 你真的没办法救我了吗 你是皇帝呀 没办法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刘邪拉着福皇后的手 几乎都哭出来了 他说 我已不知 命在何时啊 这话是说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啊 可是 毕竟自己是个男人啊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去死呢 皇帝决心做最后的努力 回头对西律说 天下 您有事也 这话的意思是说 老西呀 天下难道有这种事 这种道理吗 西律当然很明白 历史发展到现在 真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 谁听说过 臣子能够当着皇帝的面 把皇后给绑走的呢 可是 这件事 偏偏是在曹操的受益下 要发生了 他小小一个西律能怎么办呢 你当皇帝的都阻止不了 我一个替人卖命的 又能说什么呢 所以西律没有回答 因为皇帝这个问题 是没有人能回答的 所有的努力 都是徒劳的 曹操的人扬长而去 留下的 只有扶皇后的哀鸣 在大殿上 在皇帝的耳朵里 久久萦绕 无法平息呀